紅色磚瓦掉落一地 屋主實在心急 因為地震後 位在臺南南華區北寮裡 他的家園屋頂部分結構出現受損 還好沒人受傷 吊燈三百六十度大擺洞 住在二十二樓的住戶人都快暈了 剛從七賢自強這個路段 昨天是出現路面大塌陷 而就住在旁邊的住戶 昨天晚上又經歷了大地震 他們都是擔心的不得了 路面塌陷處附近的住戶 還守在家園 沒有撤離的睡夢中被驚醒 就再也睡不著 如果在這間我看 居列晃動緊接著貨家商貨品掉落一地 店長清理出好幾袋 都是損壞的商品 酒瓶的玻璃 還有一些清潔用品 股家級警報大響後 屏東華山裡裝進階一段 路口監視器拍下凌晨一點四十二分 就斷訊出現黑畫面 突如其來的停電 駕駛開在路上 只能靠車燈找明 民眾一一記錄下天搖地動後 一片漆黑的瞬間 再度面臨跳電 讓早餐店店家緊張地睡不好 又怕說會不會再跳 所以又顧了很久 直接到早上 地震引起變壓器故障 陷入跳脫 一度有1203戶停電 不少人被地震搖醒 緊接著餘震不斷 讓人心有餘悸 華視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